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老子终于从仁皇见赶回无尽腰域了 太不容易了 娘子恐怕都等急了吧 小心些 你现在是修炼突破的关键期 别动了胎气 死鬼 知道我在突破的关键期还让我怀孕 本来你和他成为道旅也是别有目的 如今这么一座洞天府邸 也因为我大哥天狼妖君的消失尽亏我俩 你说他会不会突然回来 怕啥 他就算回来又能怎样啊 现在他的灵石 洞府 老婆都是我的了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不可能回来了 娘子 我回来了 黑熊精 你在干什么 父亲 大哥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问你 你在干什么 我 我在替你照顾孩子 孩子 娘子 你有神愿了 大哥 这我就要说你了 你扔下嫂子突然失踪 让嫂子一个人怎么过呀 要不是我热心过来帮忙 没准孩子就没了 既然你回来了 我就先走了啊 站住 我问你 如果只给你一个花盆 你能在空盆子里种出来灵草吗 自然不能 没有种子长不出灵草啊 你他娘的也知道 没有种子长不出灵草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老子都没有洞房 孩子哪里来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是上天的恩赐啊 我先替上天恩赐你一巴掌 贱人 说 贱夫是谁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什么 我先打掉你肚子里的野种 慢着 大哥 孩子是无辜的 这么看来 贱夫是你了 黑熊精 你的命都是老子救的 你竟然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 本就要把你随时万端 大哥 别冲动啊 我完全是为了大哥你啊 大哥 你换个思路想想 不用辛苦劳动 就多了个孩子 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蛤 秦日 你必死 贱人 竟敢对我出手 天狼妖军 我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灭你 这就是你的命 是谁派你来的 为什么要杀我 是谁派你来的 为什么要杀我 自然是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多说无意 我送你上路 请你这点本事 不愧是妖军 果然难以对付 幸亏我们早有准备 秦夫 淫妇 我要寡了你们 天狼妖军 你失踪这么长时间 这里已不是你能掌控的了 任其 什么 这是三门绝杀阵 哼哼 等 你以为刚才我和你说那么多话 我有什么 还不是为了把你 到这座大阵之中 你竟然在我的洞府布下的杀阵 够歹毒 天狼妖军 认命吧 三门绝杀阵 乃绝世杀阵 你纵然是妖军 也必死无疑 我不甘心哪 太弱了 完全提不起兴趣 掌门 这三头瞎战将 恐怕达到了妖军阵 失智更强 不过 该杀还要杀 毕竟是三太子的命令 毕竟是三太子的命令 为了师父吃上帝王蟹 这王侯姐 怎么可能使出这种力量 不可能 那边那个小家伙 刚入王侯姐 居然使出了接近脱坟阵的力量 有意思 主人 我恢复真身 与他一战 不用 你实力远远未恢复 还是我来 冰剑帝王蟹 我的寒冰再次产生质变 终于解决了 那个女娲更有意思了 这兵法根本不是一般人能使用的 甚至龙王殿那几个寒冰龙王 也无法施展吧 掌门 能感觉到 你那俩徒弟 为了你能吃上帝王蟹 也是拼了 鹿兄到了现在还能开玩笑 我果然不如你 面对三头瞎战将 我现在怕得要死 我也是强作镇定 不过掌门 还是一如既往的镇定 师父 师父 你们两个小辈 给你们两个选择 臣服龙王殿 或者死 给你个手势 你自己去领会 荒死 既然如此 我便灭了你们 退下 接下来 该为师庄 出手了